女人多长时间需要一次夫妻生活呢? 一般来说,30岁之前的女人,夫妻生活处于一个旺盛时期,每周是2-4次,31-40岁之间的女人每周不超过2次,41-50岁之间的女人每个月不超过6次。 其实并非如此,女人40-50岁那方面的需求是非常大的,而且对夫妻生活的质量需求也越来越高,在夫妻生活的时候,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异味,都会让她们失去兴致,所以男人们一定要喜欢用香。 这款淡淡软软的香,女人闻了之后是酥酥麻麻,忍不住冲动啊,想要和你亲密了,左下角赶紧去行动起来吧。 女人心里没有你呢,你看这七点就知道了,如果说她心里没有你啊,一般会有这几种表现,尤其是第七个。 第一啊,她犯错,从来都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错,永远把错归咎于你。 第二,从不跟你认错,她觉得她犯错啊,都是你给逼的。 第三,从来也不解释,你爱怎么想,她都随你。 第四,不会去安慰你,就算是你生气了,她也觉得无所谓,无动于衷。 第五,就算你做得太好,她都会觉得你是一废人,一直在别人面前贬低你,瞧不起你。 第六,永远都在忙,所有的人都比你重要,永远不会把你放在第一位。 第七,从来没有包容过你,理解过你。 想开二春呢,五十岁的男人得这么做,男人到了六十岁,怎么去开二春呢? 想要开出第二春呢,做好这一点是很关键的。 其实上人过了四十岁啊,各个方面感觉就不大不如从前了,体能下降,精力不行。 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,女人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啊,都得不到满足,整天呢,就会心情烦闷。 这个时候呢,只要来个人,能够满足她,她就能够离开你了。 所以呢,想要留住女人,首先呢,你要女人得到满足啊,你让她心情要愉悦啊,这样男人的第二春啊,自然而然就来了,你知道吗?